妈妈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会不会太油的呢 在那都会缺将近800人的血脂检测结果 发现了有五成的妇女总胆固醇是达危险值 其中是不乏二三十岁就血脂异常的案例 如果没有经济控制的话 在未来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大增了 医生说这个饮食的西化爱吃油炸的食物 缺乏运动是造成的女性血脂偏高的主要原因 有不少女性上班族就是以外食为主 但是市售的餐盒往往是油脂过量高 尤其家长带孩子去素食店 出不完的薯条就是进了妈妈的胃里头 导致了年纪轻轻的就有高血脂症 要远离高血脂呢 就是要少吃听这个动物的内脏小血小管等等的食物 并且呢是要摄取高纤维的蔬果 就可以有效来清除这个胆固醇了